长厨 食用有各适量 做法 将洗净的鸡腿肉切大块 洗好去皮的芋头切小块 洗净的西兰花切小朵 洗好的香菇切粗丝 洗净去皮的胡萝卜切片 洗净去皮的生姜切断 再切片 洗好的葱切成断 取一个小碗 放入部分葱段 姜片 淋入少许料酒 挤出汁 制成葱姜酒汁待用 把鸡腿块装入碗中 倒入葱姜酒汁 再加入少许盐 白糖 糖 晒 拌匀上色 腌制约十分钟至其入味 锅中注入适量清水烧开 加入少许食用油 再放入切好的西兰花 搅拌匀 搅拌匀 超煮约半分钟 至其熟软后捞出 沥干水分待用 用油起锅 倒入腌制好的鸡腿块 翻炒片刻至其变色 撒上鸡腿块 撒上鱼下的姜片 葱段 再倒入香菇丝 快速炒匀 至香菇吸出汁水 淋上少许料酒 注入备好的高汤 倒入切好的芋头 轻轻搅拌匀 盖上盖 煮沸后用中小火焖煮约15分钟 至食材熟软 揭盖 加入少许盐 味精炒匀调味 用中火续煮片刻 至食材入味 营养分析 鸡肉含有维生素C 维生素E等 蛋白质的含量比例较高 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有增强体力 强壮身体的作用 制作指导 鸡腿块腌渍前 用开水窜一下 能有效去除其油腻的口感 关火后 盛出焖煮好的菜肴 装入汤碗中 再摆放上超熟的西兰花几成 看视频 学做菜 欢迎订阅 掌厨 感谢你的点赞 评论 留言 与分享 Vision 评论